上个星期我参加了一年一度的B站盛会Bilibili World 人非常非常多 看到了不少厂商展出的新产品还挺不错的 展会期间NVIDIA拉着我和我的同事 去参加了一下他们针对媒体的产品品鉴会 主要是关于AI相关技术的内容 会上还建造了知名的UP主特效小哥008 看到了不少新应用网收获满满 那么这期视频就跟着我们的镜头来看看都有哪些新东西吧 进到展厅里就能看到几个最新的新游戏了 这次活动上出的都是我们国产游戏大作 经过NVIDIA的赋能 这几款游戏都加入了DLSS3 Reflex或者光线追踪的技术支持 你可能会疑问 这游戏跟AI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DLSS就是深度学习超采样 脑补画面本来就是靠的AI来实现的 所以其实游戏超分和插帧 才是我们最早接触的AI技术 只不过容易被大家忽略罢了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明朝 这个游戏应该不用过多介绍了吧 跟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我之前其实没有玩过 但根据工作室里的小伙伴们描述 目前的游戏优化很一般 帧数十分感人 而且PC版还是锁60帧的 现场这边展示的是一个加入了DLSS3的测试版 同时还解除了帧数上限 同时试玩了一下 在这台雷神Zero RTX4080的机器上面 可以跑到120-140帧 显卡压力小了很多 2K分辨率下占用只有50% 画面流畅度好多了 按照这个性能开销来说 一些搭载入门级GPU的笔电 开了DLSS也能流畅跑起来了 另一个游戏是 剑网3同门的机甲战斗游戏 解线机 这是一款机甲对战游戏 玩法类似于高达VS高达 这个游戏目前还在内侧 也是西山居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游戏 这个游戏加入了DLSS超分辨率和补帧 我们也尝试开关的对比一下 每开的情况下面 这台RTX4090的钥匙16Super 在2K分辨率下 训练场只有120帧左右 开启了超分和补帧的话 可以跑到250多帧 下个游戏是网易的曼威征锋 这是一个第三人称的PVP团队六人射击游戏 六人PVP还是网易的 很难不让人跟守望先锋连线在一块 果然一进游戏 玩法跟OW比较类似 帧数没有实时显示 不过RTX4090的Alienware M18 R2 玩起来不卡 这个游戏也是支持DLSS超分和真身城的 竞技类游戏可以根据自己的手感 进行调整和设置 给提升帧数多了一个选择 展出的最后一个游戏 是腾讯出品的三角洲行动 这个游戏玩法跟战地比较像 出展的是一台红旗的战斧18 战场上的帧数在150左右 作为国产游戏 它也加入了DLSS3和光追 实际体验下来游戏还是挺流畅的 就是枪法确实 哎呀 不太行啊 这次的游戏基本上都是国产的 以前这类游戏很少有支持DLSS 这次新增的都加入了DLSS3 对配置没有那么高的机器来说 是比较友好的 包括后面马上要推出的黑神话悟空 据说也会加入DLSS的支持 以前大家诟病的 可能是我们的电脑GPU 支持DLSS 但是游戏没有 现在很多新面式的游戏都加入了 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消息 看完了游戏展区 我们转到生产力相关的区域 进来就看到了特效小哥008 他也是这次展会的NPC之一 他这次展示的是一个他们工作流理 用Config UI来生成一些场景里面的素材 提高制作效率 好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特效果008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两个 我们基于本地的 Config UI的 用人加速的一个流程 第一个流程是我们所谓的 图身模型的一个流程 那么这个东西 大家可能原来听的比较多 什么图身图会比较多了 但是图身模型可能第一次听没关系 我们原理就是什么呢 就我这边画一个图 画一个非常抽象的图 这边就可以直接 这边会生成一张这个图 或者是一张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精美的图 它会提取一个透明通道 然后最后透明通道就生成一张图 那么打比方说 我的场景里我可能需要一把剑 那如果我单独去建议 一把剑 由于有些东西它是一次性的 就是说有些镜头上是一次性的 不一定会用 完全去用到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些东西 去生成 快速生成一些模型 去放进我们的场景里面 然后如果画面占比不是很大的 我们就觉得可以直接用 那如果画面占比大的话呢 也可以就是我们去通过它的参考图 所以会有参考图 去重新建模 那这些做出来的东西呢 你可以倒进场景里面 我们看它合不合适 不合适到随时可以改 那么搞完以后呢 你看整个场景 其实都是这个AI 就寄AI分过去产生的一个场景 包括这些东西都是AI生产完了以后 再去改的 然后再去搞出一张图片 那么这个东西呢 其实可以说如果某些东西需要改的话 影片就会开出生成 那么你也可以去跟你的商场游戏 进行交接 或者是客户 想要去看风卫图 可以把它对过去 或者说影响电 布下的兄弟们说 这边要详细的 这边需要更加的静静一点 把这个场景直接丢过去 也是可以的 除了展示的这个demo之外呢 我们还从008那里了解到 像他们这种用到了大量3D建模 渲染等场景 最好选N卡的高性能游戏本作为日常办公用机 它自己出差的主力笔记本还是上一代的Y9000K啊 主要还是考虑到性能和软件兼容性的问题 笔记本用的最多的场合呢 通常是拍完素材马上进行校对和试解 提高制作效率 如果你有做类似的3D建模渲染需求的相关工作 那这个建议完全可以参考 除了这些相对复杂一些的工作流之外 NVIDIA还有几个其他的demo 比如去年年底在NVIDIA官网上线的Chat RTX 这次迎来了一些更新 在加入了中文的大语言模型之后 终于是可以用中文来进行对问对答了 可用性大大提升 比如工作人员用Yoga Pro 16S4070给我们演示了 怎么用它来快速生成一段自我介绍 这类型的工作可以用AI代写 不过目前这个模型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比如我们问他认不认识笔八评测试 他目前还是1MV 毕竟是本地的小模型 不认识咱也可以理解 另一个展示的是文件搜索相关的模型Clip 可以通过打字描述的方式 快速找到自己的本地照片 而且都是本地运行的 不用担心隐私问题 另外NVIDIA app也更新了几个AI滤镜 而TX动态亮丽 可以一键给比较昏暗的游戏场景进行提亮 而TX HDR则可以在HDR显示器里 让还不支持HDR的游戏体验AI模拟的HDR效果 考虑到游戏对于屏幕色准要求并不高 这个滤镜的功能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 给游戏提供一些便利 除了游戏部分 视频也是可以通过RTX Video功能 来让AI帮你从SDR加工成HDR的 现场演示的是一台RTX4070的幻16Air 在它上面通过万幸瞄影的插件 可以实现这一功能 旁边我还发现了一个比较好玩的demo 也是基于Confi UI的 在这台4090的《枪神8Plus》上 上传人物的照片 就能把人通过AI变换成超人 这个工作流理是通过Instant ID 创建面部模型 再用ControlNet 支撑对应的景深信息 当然它还可以定制各种动作 深图也是完全本地运行 不借助云端计算 笔记本也完全能跑 这个效果却挺好玩的 如果未来视频 也能用换脸的方式快速制作 那可能AI就完全可以当成生产力工具了 好的 看完了这次NVIDIA展示的一些 AI相关的工作流以及应用 给我的感觉是 虽然看起来各个厂商们都在宣传AIPC 但是真正想用AI的一些功能 尤其是本地端侧计算的功能 还是得依赖独立显卡来实现 这部分目前仍然是NVIDIA比较擅长的地方 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真的需要参与AI相关的工作 或者学习AI相关的技术 那新的RTX40系游戏本是最合适你的选择 当然目前的AI对于消费者来说 还是停留在初级阶段 并没有一些杀手机的应用来统治这个市场 我比较期待未来 可能是半年后或者一年后 AI的市场还会有什么新的好玩的应用诞生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 不欢迎来个长按点赞 来给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焦了白本性的帮助电脑小白 这一把评测式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